好 接下来带您抢便宜了 最新的Sousie 2012年的资讯月 今天开跑了 碰上周秋的假期 当然人潮 而且大家都想要抢的 就是Windows 8的新品 连线记者王嘉玲告诉我们 嘉玲 主播台北资讯展 在今天已经热闹登场了 现场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因为碰到礼拜六 所以现场是挤满了人潮 那么今天在画面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旧式电脑大厂 他们准备要在稍后的时候 就要用14元 让民众有机会 把3万多块钱的电脑 给带回家 这现场也几乏了很多民众 他们都非常的期待 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现场的气氛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场的Showgirl 真的是跳舞跳得非常尽心 那么当然民众 也是非常的兴奋 因为在等一下 就有机会用14块钱 就把3万多块的笔电 给带回家 不过在今天资讯 进展的最大的主角 当然还是今年最夯的大电视 在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其实不少的大厂商 都来推出超大尺寸 84寸的大电视 像是这个奇美店 他们推了84寸的大电视 一台只要40万元 那么当然也是4K的高画质电视 不过像日本大厂Sony 一台就要价80万元的台币 是不是能让民众接受呢 稍后还会要看 这个市场的热络度 以上是为你讲的这期情形 把时间镜头交还给 彭妹主播